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要拿出他珍藏的卸妆油 他看了看擦顾紫辰脸的那一面的化妆棉 就像是打湿了之后在脸上抹了几下似的 啊不 比那个还干净 你皮肤真好 夏雅诺只能张开一点点嘴巴说话 语气有些奇怪 但是无疑的 他很羡慕嫉妒恨 都说25岁开始 胶原蛋白就要流失了 而且随着年纪大了 星辰代谢不好 皮肤容易出现各种问题 就是长了个痘痘 好了之后都有痘印 可是为什么 这黑帮大佬29岁了 脸上连个痘印都没有啊 他是不长痘吗 顾紫辰看着夏雅诺 他发现自己此刻竟然无言以对 夏雅诺拉着他进入到洗手间 硬是给他洗了个脸 然后还擦上了他的面霜 知晓自己嫁给了一个 纯天然帅哥的夏美妞 在撕下面膜之后 仔细地对着镜子照着自己的脸 其实我的皮肤也不错啊 他觉得普通的镜子不够仔细 便将旁边放大的镜子转了过来 嫁了个如此高颜值的黑帮老大 他表示自己很有压力 洗把脸擦个面霜 他稍微整理了一下头发 走出浴室的时候 顾紫辰依旧拿着手机再发信息 老公 你手机是什么牌子的 自由品牌 那辐射怎么样 贴着防辐射的膜 啊 难怪他一直看着手机 皮肤都那么好啊 能给我手机也贴一个吗 夏雅诺凑过去 就看见屏幕上的QQ聊天 陈大哥 你最近很少来上班了 小妹想你了 什么时候 我们去约个会呗 等了 春大哥 约会 还等了的表情发过来 夏诺瞬间就想歪了 像个做错事情的小孩一样 赶紧站直身体 这不是他该看的 顾紫辰似乎一点也不建议他看 随手就发了个消息 我老婆在旁边 你悠着点 夏诺忍不住将视线下滑 就看见了这句话 嗯 顾紫辰不是昨天才拿到计程权 怎么那个朱雀收双 说他最近很少上班 哦对了 他以前是在哪里上班的 在故事来个职位当的吗 我控制不住 我记起药 他的表情包我也有 顾紫辰手上的动作一顿 你要不要加进来 啊 不用了不用了 夏诺赶紧摇头 进去看妹子勾引你吗 心累 120吗 这里有人扬巅峰发作 场面快控制不住了 直接打死 不用报警了 你成功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艾特白虎阿拳 艾特玄武阿柯 顾紫辰不去搭理群里 那几个开始斗徒的幼稚家伙 看向夏雅诺 你大学毕业之后 我给你安排一份工作 轻松 工资高 什么工作 大学毕业还有那么久 说不定那时候都已经离婚了 这话 不能太当真 总裁夫人的职位 顾紫辰定地说 这是什么职位啊 夏雅诺满脸懵逼 就是我妻子的职位 月薪一百万 是表现 每个月有奖金 还有季度奖 半年奖 年终奖 过年过节的还有福利 顾紫辰很淡定地勾引夏雅诺 月薪一百万 还有那么多奖金 夏雅诺只觉得自己受到了惊吓 不用等毕业了 我现在就能上任 顾紫辰眼底 划过了一抹奸计得逞的邪恶 他说的可不是什么契约福气 是真正的总裁夫人 可你下个学期开学了还要读书呢 那 那我还暑假兼职拿工资 万一等毕业了就没这个职位了 那可如何是好 趁着现在是暑假 赶紧赚点钱 以后就算离了 也好不回去下家 妥妥的 顾紫辰点点头 眼神细血地看着他 对了 我说的是真正的妻子 不是什么契约福气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你答应了我之后 我们俩就不是假夫妻 是真正的夫妻了 虽然 她一直觉得他们俩是真正的夫妻 可是她的小娇妻不承认啊 这就只能借这个机会和她说 夏阿诺一愣 随后脸红 不 不是的 你不是说这是一个职位的 难道你的意思不是 你可能会在我毕业之后 才会和我离婚吗 而离婚之前 工资奖金 作为我当你契约妻子的好处 她就是这么理解的 还是要离婚的 只不过时间可以推迟 她有足够的时间 在离婚之前存好钱 的确是一个职位 但是 你既然做上了这个职位 就得做好你的工作 你的工作就是 我的妻子 我是洛鱼言 鬼秀的演播者 一七十七 记得订阅评论 鼓励我们哦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同样有意思 记得订阅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消如若援助 都市搞笑甜宠多人聚 娇妻相惜人 林少侠领衔 林生巨坊 倾情之作 第三十二集 听到这话 夏雅诺的脸 在被顾紫琛 一直看着的情况下 肉眼可见迅速地变红 那那 那不是要 她的视线看向旁边的床 不行不行 我想歪了 我们还是契约夫妻吧 这个职位 我不要了 已经答应了 不能反悔 你 你没有证据证明 我答应了呀 口头上说说的 如何能证明啊 我的手机随时在录音 夏雅诺感觉被坑了怎么办啊 你这几天方便吗 什 什么 夏雅诺觉得 自己要打起精神 仔细听她说的话 免得她又让自己跳坑了 你这几天 方不方便拘离运动 黑帮大脑用眼神 示意了一下旁边的床 这 这是在暗示我吗 夏雅诺的脑子里面 瞬间出现了一堆黄色味料 不方便 不方便 很不方便 她赶紧回答 神啊 就阴抹护体 哦 那我一周之后再问你 顾紫诚很淡定地低头 继续发消息 其实 她就是随意说说 让她有一个心理准备 她也没有打算这么早的 在两人还没有感情基础的时候 就吃了她 夏雅诺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好危险啊 啊 现在逃走 不当你的基于老婆 还来得及吗 QQ号码报给我 夏雅诺将自己的QQ号码报上 随后顾紫诚迅速地输入 直接添加好友 夏雅诺好奇地打开QQ一看 黑帮大佬的QQ头像是一片黑色 真是单调啊 一点情绪都没有 她的QQ头像 是一个Q版的可爱小姑娘 添加好友之后 顾紫诚直接邀请她进去群组 这是刚才那个群吗 我能不能不见啊 夏雅诺弱弱地开口 不能 顾紫诚很淡定地回答 她确定加入群之后 群内立刻开始刷屏了 欢迎大嫂 传说中的阿诚她老婆来了 新人报上保三围 啊 还要报照保三围吗 夏雅诺尷尬的脸红 别挑戏我老婆 好好奇啊 嫂子长什么模样 阿犬呢 有资料的吧 嗨阿犬 代替嫂子 保照保三围 夏雅诺好纠结啊 她的三围 她自己都不是很清楚 这还能查到资料吗 34c 5887 身高168 体重100 这老大眼光很好啊 夏雅诺都快吐血了 她的身高和体重 是一直稳定在这个水平的 胸围没错 腰围一直都是58到60幅度 至于臀围 她自己都没连过 为何会有资料啊 这 这不科学啊 阿犬 朱氏最新的客户资料 你还没有给我 你办事效率太低了 这个月的奖金扣掉 朱雀 我这个月奖金没了 下个月要吃土了 快包养我 唉 我他妈连土都吃不起 还包养你 为什么会有我的三围啊 阿犬是我们信息部的 调查资料的好手 你就是自己没量过 他也可以查你穿衣服的尺寸 夏亚诺有一种 自己被释迁的感觉 隐私在哪里啊 阿犬 你老婆不是有镇定箱吗 既然都拉群里了 来个代号吧 不好归类 我打算给我老婆 总裁夫人的职位 夏亚诺无语 她看着顾子称 那个代号是怎么回事 就和枕袖和新袖一样 还有那几个朱雀什么的 顾子称点了点头 嗯 代号是四方神兽 和二十八新袖 他们都有各自的异能 只不过 你的镇定箱不太好分类 分什么类 白虎信息部 玄武财务部 青龙混合部 朱雀 不告诉你 免得吓到这个夏小竹 夏亚诺满脸懵逼 混合部是什么鬼 我现在就想知道 这个总裁夫人的职位 公司是多少 月薪一百万 每个月有奖金 还有季度奖 半年奖和年终奖 过年过节还有福利 那嫂子 你需要做什么事情啊 当我老公的老婆 啊 称大哥 这样的工作 跟我来一打 保不不服 保我那么努力的工作 远心才两百万 你闭嘴巴出去啊 全公司就你的奖金 是最高的了 你比我们几个老大 他都要有钱 夏亚诺一愣 几个老大 对 顾紫琛的群面片 是称老大 还有一个逍遥老大 夏亚诺点击群成员一看 各种代号 群成员二十一个 老哥 这个朱雀双双 是你手下做什么的 比你还有钱 他觉得 顾紫琛这个黑帮大佬 住城堡坐豪车 还有专门的小弟开车 很牛了好不好啊 怎么会比他还有钱啊 他的工作比较危险 不适合你 你做好总裁夫人就好了 啊 我最近研制了一种新药 那效果 可比伟哥强十倍以上 在场的男性 有没有要适用一下的 免费适用 不过呢 记得 给我写个试用报告 好让我能改进 这也就是那个黑帮大佬 和阿和口中的诊秀 我先天性硬件不足 没资格试用 其他男性呢 单身狗试用了找谁家 加一 加10086 加圆周率是小数点 阿成有老婆 拿给阿成试试看 不用了 谢谢 我老婆体力太差 我是宫暖暖的演播者 一清新会 相信你 一定会订阅评论 点赞 鼓励我们的 对吗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同样有意思 记得订阅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消如若原著 都市搞笑甜宠多人剧 娇妻相惜人 凌少侠领衔 凌声巨坊 倾情之作 第三十三集 夏雅诺的脸红透了 你 你说什么呢 难不成你体力很好啊 顾紫辰细谑地看着她 如果是的话 那她就真的会很好奇 究竟是好到怎样的程度 夏雅诺都不好意思说话了 干脆闭上了嘴巴 默默地事尖这个群 事尖了几分钟 就到十一点了 我下去做饭 她赶紧离开房间 顾紫辰见她离开 随后打开了群名片 找到白虎阿全 直接开始私聊 不过多久 对方就传来了一份 朱氏最近合作伙伴的资料 顾紫辰看了之后 联系玄武阿科 调动GK内部的关系 要求将这些合约 全部从朱氏手中夺走 至于朱敏儿 她则是去找了朱雀双双 好好地吓唬吓唬 交代下去这部分事情之后 顾紫辰进入夏雅诺的空间 去看她的QQ相册 她的照片不是很多 大部分都还是拍的风景 只有几张是拍到她的 将相册 日志 全数看完 顾紫辰起身下楼 她站在厨房门口 看到夏雅诺系上围裙 烧饭做菜的模样 突然之间感觉 这样在家里陪着她的感觉也很不错 夏雅诺做完了菜 赶紧将菜端上桌 然后盛了两碗饭 两人面对面坐着 顾紫辰吃了一口米饭 随后加了一块糖醋排骨 放进嘴里 很好吃 顾紫辰的心情大好 面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夏雅诺眼前一亮 好久没做菜了 你觉得好吃就好 她加了糖醋排骨 吃了一口 随后微微皱眉 这么甜还好吃 夏雅诺吞下口中的食物 你不觉得太甜了吗 不觉得 我口味比较重 顾紫辰很淡定地说 继续吃饭 夏雅诺纠结 难不成 这黑帮大佬是重口味的 夏雅诺继续吃其他的菜 感觉味道还好 就有一个糖醋排骨的味道太浓了 她看着顾紫辰 将所有的菜和汤全部都吃完 其实锅内还有汤 只是没有装下而已 夏雅诺蒙逼地看着她 什么时候 她的胃口这么大了 明明之前几次和她吃饭 她吃的也都是和自己差不多的 可能还比自己少一点 吃完两碗饭的夏雅诺 一边收拾碗筷一边说 我做的菜是不是很难吃啊 你别骗我 没有 很好吃 顾紫辰满脸正派 眼神毫无波澜 一点也不像是在说谎的样子 可是夏雅诺觉得 她就是在说谎 她就不信自己的菜会很好吃 夏雅诺红着脸 继续收拾碗筷 不知为何 看她这淡定的模样盯着 依旧感觉特别的害羞 她赶紧收拾了一碰之后 进入厨房去整理 顾紫辰看着她的背影 不知为何 就是觉得很好看 看来 刚才暗示了一番之后 她的小娇妻已经有一点 身为她老婆的自觉了 好好努力培养感情 早晚将这只小白兔给吃了 完全不知道某位黑帮大佬 正在想入飞飞当中的夏雅诺 正想洗碗 庸人便赶紧过来接手了 她只能走出厨房 随后就看见顾紫辰眼底那抹金光 怎么感觉不对劲啊 是我多心了吗 黑帮大佬的眼神 好像在酷尿什么阴谋语似的 你 你今天不上班吗 嗯 老婆 我们回房吧 瞬间 周围的佣人都是满脸暧昧地看着他们俩 被顾紫辰拉着上楼 她才感觉 那些让她不自在的暗昧视线不见了 顾紫辰坐在桌前 桌上是她今天要看的文件 夏雅诺便只能坐在床上 看着她工作的侧面 手机时不时地震动 她本来不想搭理 可是震动的次数太多了 她便打开看看 好室友诗情发来消息 说找到不错的兼职工作 每天工作八小时 一个月的工资三千块 夏雅诺看向顾紫辰 老公 我也想去做兼职 你不是已经在兼职了吗 顾紫辰头也不抬 继续看手中文件 什么 我什么时候有兼职了 夏雅诺有些不解 顾紫辰沉默了一会儿 之后抬头看向她 总裁夫人 你已经正式上任了 你不是闹着玩的 你是认真的 夏雅诺吞吞口水 我以为你是和我开玩笑呢 我不开这样的玩笑 对于他们俩之间的关系 她从一开始 就是认真的 夏雅诺突然之间 感觉有些尴尬 那 那我们 不会真的要 那个 那个吧 这可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虽说工资高 奖金多 福利好 但也不能为了工作 牺牺牲自己 肉体吧 我可是个有节操的姑娘 那个 那个 你指的是哪个 哪个 顾紫辰的眼底满是戏血 知晓她指的是什么 可就是假装不懂 夏雅诺被她看得脸红 咬牙 你 你肯定知道我指的是哪个 是吗 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 怎么可能会知道 顾紫辰依旧假装不明白 夏美妞被她看得很不好意思 直接拿着手机站起身 你慢慢理解 她快步走进浴室 关上门 来到镜子面前 看着镜子里脸蛋都红透了的自己 夏雅诺突然之间觉得 自己真的是太没用了 为何黑帮大佬就是看她一下下 她就会脸红成这个样子呀 你争点气呀 夏雅诺 她将手机屏幕重新解锁 之后回复了诗琴 我是易诗琴的演播者 一眼子墨 要多多订阅评论 给我们点赞哦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同样有意思 记得订阅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萧如若原著 都市搞笑甜宠多人剧 娇妻相惜人 凌少侠领先 凌声巨坊 清晴之作 第三十四集 清清 我无伤贼船了 有个黑帮老大 应凭我做总裁夫人 说月薪一百万 每个月有奖金 季度半年全年 还根据表现都有奖金 过年过节还有福利 我受到了一万点惊吓 不过一会儿 那边就来了回复 我这么单纯 你套路却那么深 什么黑帮老大 叫你当总裁夫人 你是言轻小说看多了吗 病得不轻 要去医院呢 没骗你 真的 你应该知道的 就是顾家那个顾子琛 下面我要 at一个智障 at下小猪 关爱智障 夏娅诺郁闷了 直接就发了条语音过去 宝宝 我没和你开玩笑 真的是她 我现在就住在她家的城堡呢 那边没一会儿 也发来了失情的语音 宝贝 你快点吃药吧 你不能停药的 吃了睡一觉起来 我们继续说好吗 夏娅诺嘴角狠狠地抽出了一下 我没骗你 也不需要吃药 我是说真的 我去 我去拍个照给你看 她打开浴室的门 开了摄像头对准顾子琛 也不拍照 直接按下视频 老郭 你转过来一下 顾子琛转过脸 就看见夏娅诺的手机摄像头 夏娅诺录制完毕之后 直接就发了过去 随后她关上浴室的门 准备等待着失情给自己回复 这一次 她足足等了三分钟 那边才发来语音 一点击语音 就是失情激动的声音 夏娅诺 你这个混蛋 你你你 你竟然跟顾子琛结婚了 天哪 别说月薪一百万 还那么多奖金 还有福利 到天都不是问题 你要不要这工作 你不想由我去 夏娅诺纠结 亲爱的 你的声音好响啊 不知道坏帮大佬 会不会听见啊 我之前以为 她是在开玩笑的 没有拒绝 你说我现在怎么办 我和她都没有感情基础 就这样 是不是不太好啊 失情的语音 很快就发了过来 语气极快都不带喘的 什么不太好 人家要钱有钱 要银有缘的 你赶紧睡了它 我去 你个色女 我隔着屏幕都看见 你闪喽喽的眼神了 夏娅诺这一次 发了字给她 不跟你说了 我自己纠结去 她退出QQ 随后打开浴室的门 就看见 站在门口的 某位黑帮大佬 夏娅瞬间就尴尬了 难不成 她刚才都听见了 顾紫辰低头看着她 刚才是谁啊 我 我室友 哦 原来是她的室友啊 情敌之一 顾紫辰定地在心里想着 只要是她老婆的室友 那就是情敌 以前和她老婆 睡在一个房间里的 等假期结束 又要睡在一个房间了 你室友刚才说什么 赶紧睡了她 什么意思 她肯定是听见了 现在还假装没听筒 太坏了 夏娅诺觉得 自己真应该找一个洞 钻进去 这样就看不见她了 她就这样直勾勾地 盯着自己 明明听见了是什么内容 还故意这样问是什么意思呀 能是什么意思啊 那不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吗 就是那个啥啥啥的意思 顾紫辰见她这尴尬的 完全不知道说什么话的模样 就觉得她很可爱 她听得一清二楚 就是想知道 她的小娇妻会怎么回答而已 谁知她直接选择不回答 顾紫辰低下头 直接就稳住了她 那一刻 夏娅诺的心跳猛地加快速度 身体都似乎在变腾之中 她瞪大了双眼 看着面前这一张脸 不知不觉之间 嘴唇就张开了 等夏娅诺反应过来时 她已经被按在了 浴室门边的墙壁上 她用双手困住夏娅诺的行动 不让她逃离 这 这是什么发展啊 夏娅诺想要推开她 可是双手按在她的肩膀上 怎么也推不开 她的手缓缓朝下 按在她的胸前 用力地推 哇哦 这胸肌不错 我给一百零一分 多出来的一分 让她骄傲骄 呸 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好吗 夏娅诺 你他妈现在是被抢吻呢 夏娅诺用力地想要推开她 顾紫琛一时不备 稍微被推开了一些 两人紧贴着的嘴唇 终于分开了 她刚松了口气 顾紫琛便弯下了身体 直接将她抱了起来 这是第二次 享受顾紫琛给她的公主抱 比第一次更让人脸红害羞 因为 某位黑帮大佬是朝着大床走去的 夏娅顿大了双眼 我今天不方便 不方便 不方便 顾紫琛脚步一顿 不方便什么 啊 她满脸无辜地看着顾紫琛 什么不方便啊 顾紫琛挑眉 我 我那个来了 顾紫琛 其实我是骗你的 我还有一个星期才会来呢 顾紫琛点了点头 嗯 可是我没有打算对你做什么 为什么立架就不方便了 你这朝着床走 确定没打算做什么吗 夏娅顿看着顾紫琛 却见她满眼笑意地也在看着自己 瞬间有一种自己被耍了的感觉 她将夏娅顿抱到床上 看了看她的膝盖 之前夏娅顿将膝盖翘起来的皮撕掉之后上了药 现在长出了一些新的皮 流血的部分愈合得比较快 估计三四天就可以全部都好了 就她现在这伤员的模样 她也不会禽兽到对她下手的 顾紫琛给她抹药 夏娅顿感觉膝盖痒痒的 有些不舒服 看见她低头认真擦药的模样 她都要以为 她才很认真地看什么重要的文件了 哈喽哈喽 我是阴天兰的演播者 渣草人 欢迎多多订阅点评 支持我们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同样有意思 记得订阅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萧如若原著 都市搞笑甜宠多人剧 娇妻相惜人 林少侠领衔 铃声巨访 倾情之作 第35集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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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不是厨师 能会那么几个就已经很不错了 竟然还要求换啊 他本来是打算 晚餐就和中午差不多就行了 去找一下菜谱 缺什么菜 让人买过来 这真的是 这真的是给他找事情做了 我总不能以后每天都研究菜谱吧 啊 也是 那你当我的秘书好了 24小时贴身秘书 顾紫辰觉得 这个套路非常的不错 夏洋诺立刻双手遮胸 什么贴身秘书 我不做这个的 听起来就很猥琐的样子 什么总裁言情小说 女主打不过男主的秘书 办公室练情什么什么的 擦枪走火的情况多着呢 哦 那你还是乖乖地躺着 夏洋将他的枕头拿了过来 这两个放在一起 人靠在枕头上 之后玩着手机 手机收到几个添加好友的信息 都是之前顾紫辰将他拉进的那个群里面的人 夏洋一一同意 全部的同意都点完 他的手机就不断收到消息 快要被轰炸了 呦呼 嫂子 你在不 我过段时间要去找老大 你有没有什么喜欢的护肤品 化妆品 我买来送给你 口红喜欢哪个色号的 随时可以包给我 哦 还有衣服和包包什么的 别客气 我钱没地方花了 夏洋纠结啊 不是吧 之前说自己穷得 连吃土都吃不起的人是谁啊 夏洋想了想口红的颜色 她其实不常化妆 口红目前也就用过霉红色 也只有那一只而已 也可以尝试一下其他的颜色换个心情 等以后 她也买个礼物送给朱雀双双 这样一想 她就迅速按下了信息 我想要大姨妈色的口红 excuse me 开玩笑的 有没有好颜色介绍呢 我就用过霉红色的 颜色好多 我给你 每种颜色都带一只好了 真是有钱啊 穷孩子就只能默默看着了 夏洋找了一个打发时间的事情 那就是不断地聊天 一直到四点 她才开始寻找菜谱 准备给某位黑帮大佬 做几个她从未烧过的菜 晚上六点 夏家即将吃饭的时候 夏希洋坐在秦香兰旁边 将昨天的事情都告诉她 秦香兰刚旅游回来 对昨天的事情还不是很了解 一听夏希洋说 夏雅诺竟然成了顾紫琛的妻子 先是满脸镇静 随后便是愤怒 她千挑万选 给她的宝贝女儿选的丈夫 竟然被夏雅诺杰族先登了 哼 原本啊 我想着她妈死了 她也是个可怜的 就算不喜欢她 好歹也没对她下手 你爸一个月还给她一千块生活费呢 没想到 这小蹄子竟然有这本事 秦香兰眯起双眼 心底满是后悔 哼 如果当初夏雅诺和她母亲一起死了的话 那今天 她就不可能从我女儿手中抢走男人了 夏希洋也是气愤 妈 你当初就应该跟爸吹着枕边风 把她扔到穷亲你家里养着 这样她一辈子都没有机会遇上顾紫琛了 现在可怎么办呀 你难道昨天就没借着机会去接近她吗 结婚了还能离呢 不离还可以丧偶呢 秦香兰瞪着她 这么简单的事情 你不会都不知道吧 一说到这个 夏希洋更是气了 我当然有趣了 小姨子这种身份最容易接近姐夫了 可问题昨天夏雅诺那个贱人 打扮得那么漂亮 顾紫琛都懒得看我了 我都暗示了 她还当着我的面和夏雅诺调情 他们估计是才结婚没多久 新婚嘛 男人总还是没腻的 我们再等几个月 当初夏海元和夏雅诺她母亲结婚的时候 不也是恩爱的 可是过不了几个月的时间 就来着火了 我长得没夏雅诺的母亲好看 不照样抢走了她男人 我的女儿也同样能 秦香兰想了想 你打算接近顾紫琛的事情 你爸知道吗 知道 一开始不允许 我说夏雅诺可能反过来对付我们 她就答应了 妈 你说夏雅诺不会接住顾紫琛 哪会下事吧 就是因为夏海元手中有下事 所以才能每个月给她十万块的生活费 她有钱保养穿好看的衣服 才能去睡男人 从而得到更多的钱 大家好 我是主播林沐依 我就是被一场宿罪给套路的夏小猪 手机还在 钱包还在 我还在 我老公可是黑帮大佬 大家要多多订阅收听哦 么么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十六集 一旦夏氏被夏雅诺夺走 她的身价瞬间就降低了 以后可怎么办啊 夏西诺只要一想到这个 便会心情烦躁 以前她一直都在心里安慰自己 夏雅诺永远都是微微懦懦地被她欺负 可她真的是没有想到啊 前几天 她就会直接拿东西打下海员 她还嫁给了顾紫琛 如今 拿到了顾家继承权的顾紫琛 差不多可以开始接手顾氏了 顾老爷子 毕竟已经上了年纪 可以退休了 嫁给A氏最有权势的男人 夏雅诺上辈子是拯救了地球吗 我觉得这很有可能 我们得想个办法 让她不能夺走夏氏 不过一会儿 坐在饭桌前的夏西诺说 爹爹 我好害怕呀 姐姐会不会借着这次的机会 抢走夏氏啊 在夏西诺行中 夏氏就是夏海员的 以后也是她弟弟的 根本就没有夏雅诺的份 夏海员原本就在为这件事情头疼 如今夏西诺又说出来了 她的面色瞬间就很难看 她那么多年苦心维持的夏氏 但是带着夏西诺参加各种聚会 筹来资金为耻 她可不想就这么还给夏雅诺 即使公司的确是她的 可是这么多年来 夏雅诺就在学校里面读书 管公司的可都是她呀 凭什么要把自己这么多年来 辛苦经营的公司交出手 此刻的夏海员完全忘记了 公司被她管得是越来越差 而且她经营的同时 也拿到了不少的钱 爹地 你毕竟也是姐姐的爸爸 我们去将姐姐找来 和她说 要么夏氏给我们不许拿走 要么把顾子称让给我 你觉得这个办法可以吗 夏西诺笑着 眼底闪过了一抹志在必得 由此可见 这脑袋真的是不太灵光 她总想着 夏氏不被拿走 她依旧有钱 夏氏被拿走了 如果她嫁给了顾子称 以后还是有钱 而且顾子称完全可以帮助夏海员 再整出一个夏氏来 反观原本的那个夏氏 说不定到了夏尔诺手中 就直接破产了 夏海员想着 感觉这个条件很不错 这妇女俩压根就没有想过 她们哪里来的资格 这么有底气地提出这样的要求 脑子是不是疯了 情香兰在一边吃着饭 她心想着 是时候让儿子回来了 爹爹 那要是姐姐两个都不同意 怎么办 夏虚诺试探着问 她不会不同意的 夏海员冷声 那是我的女儿 就应该听我的 凭什么不同意 可是姐姐之间的拿东西砸你了 我觉得她和以前不一样了 夏虚诺撇撇嘴 要不我们来点狠的 比如夏雅诺不同意 就直接做了她 这样借着丧事之类的借口 她就可以接近顾子琛 夏氏也永远是他们的了 夏西诺觉得 自己这个主意很不错 可是夏海员听见 确实皱眉 她现在怎么说也是顾子琛的老婆 对顾家的媳妇动手 你想我们全家都给夏雅诺陪葬吗 从昨天晚上的表现来看 她虽然看不透顾子琛是真的爱夏雅诺 还是一时兴起 但至少顾老爷子对夏雅诺是满意的 只要顾老爷子满意 顾子琛对夏雅诺究竟是什么感觉 她也不需要考虑了 夏西诺低下头 撇撇嘴 什么全家陪葬 只要夏雅诺一死 我就有借口接近顾子琛 我只需要表现得很为姐姐伤心 就能够找到机会 虽然我和夏雅诺长得一点都不像 可依旧能够做个替身啊 替身 早晚都能代替了夏雅诺 我总不可能还比不过一个死人吧 吃完了晚饭 趁着夏海员去厨房处理事情 夏西诺就和秦湘兰开始商量起来 妈 我看爸现在都要站在夏雅诺那个小贱人那边去了 他不就是嫁给顾子琛了吗 他真是优柔寡断的 这时候不趁早解决了夏雅诺 以后我们肯定会被他欺负 秦湘兰也是这么想的 我看你爸也是老糊涂了 夏雅诺如果真的不会计较我们之前所做的一切 也不会在昨天才让你们知道他嫁给了顾子琛 早在结婚之前就应该通知他这个父亲 就是 而且要是他提前通知 我还能在他们结婚之前把他们分开呢 夏西诺撇撇嘴 他才不想要夏雅诺嫁得那么好呢 秦湘兰无奈地叹了口气 唉 可是啊 没有你爸爸的允许 我们怎么对他下手啊 家里的钱都是夏海员给的 每一笔支出夏海员都是要查的 毕竟夏家如今的情况也说不上很好 夏西诺想了想 我昨天其实还看见朱总的女儿朱敏儿 不是一直传闻她喜欢顾子琛吗 竟然把夏雅诺的头 莫盼圈里按 想腻死她 秦湘兰眼前一亮 哦 有这事啊 那我们可以利用一下她 有人替我们动手 这不是省钱又安全 嗯 而与此同时 阿和已经将整理好的饰品剪切完毕 发给了顾子琛 顾子琛看着电脑上播放着的饰品 眉头紧皱 夏阿诺吃了晚饭 休息一下就进入浴室了 头发和身体都要洗 时间会比较久 她就趁着现在看一下 看着她走到喷泉池 似乎是愣住了一半 随后 看见另外一个摄像头 记录的影像之中 朱敏儿脱了鞋子 悄悄绕到夏阿诺身后 硬是将她按在了水池里 表情满是猙獰 明显就是要下杀手 这绝对不是在开玩笑的 而正当顾子琛要关掉这个视频时 夏希诺出现在了镜头里 大家好 我是一猫猫猫 也是对顾子琛念念不忘的夏希诺 快来给我们点赞 评论区等你哦 么么哒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同样有意思 记得订阅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萧如若原著 都市搞笑甜宠多人剧 娇妻相惜人 林少侠领衔 凌声巨访 惊情之作 第37集 夏希诺在视频里面突然出现 她非但没有去救夏雅诺 而就躲在一边偷偷地看着 表情当中竟然还有几次兴奋 顾子琛心底的怒火 在此刻都不知道要怎么发现了 她已经知道了 她们俩是同父异母的姐妹 可是 就算不是一个肚子里面出来的 也不至于这么残忍吧 看着夏雅诺被按在水里 可能会被淹死 夏希诺竟然还在兴奋 一直在一边偷看 就不打算出手相救了 不敢救的话 随意叫一声 朱敏儿都不敢再继续了 顾子琛看完了整个过程 然后直接电脑登陆QQ 找到朱雀双双开始发消息 双双 有工作 朱家的朱敏儿 和夏夏的夏希诺 让阿全给你资料 老大 我刚工作完 还在假期当中 我让我手下给你办事情 不 就你 你办事我才放心 唉 这俩女的怎么了吗 得罪你了 爬上你的床 害你差点毒发身亡吗 顾子琛直接将刚才拿到手的视频 发了过去 等了三分钟 那边才有信息发来 我提早过去 还要给嫂子买礼物呢 三天内完成 礼物 你给我老婆买什么礼物 别告诉她 她的情敌都是女人哦 顾子琛的脸色很不好看 这家伙 是个可怕的情敌 全公司就她奖金最高 号称GK第一大富婆 一个人的奖金 就可以养所有异能者 有这样的情敌 某黑帮大佬表示自己压力山大 见面礼啊 我打算和嫂子搞好关系 你们以后婚礼 我当伴娘可以吗 我想穿伴娘的晚礼服 想很久了 嗯 那看你买的礼物 她喜不喜欢吧 老大 那我当你答应了 我大概两三天就过去 你放心 这俩小婊子 老子不会放过他们的 保证死相凄惨 不用杀死 一个是朱总的女儿 一个是夏雅诺的妹妹 即便自己不需要害怕 夏雅诺也不会原谅夏西诺 但是终究是不需要闹出人命的 不闹出人命的工作 你确定这是交给我的工作 本姑娘一出手 只有死 把他们吓得不敢出门就行了 说完这个 顾子称将之前自己已经整理好如何对付朱氏的文件 发给了玄武阿科 便下线了 夏雅诺洗完 吹干了头发 换顾子称进入浴室 夏雅诺坐在床上玩手机 大约七八分钟过去 手机来了电话 居然是夏西诺 一想到昨天夏西诺暗示顾子称的那些话 夏雅诺就是一阵不爽啊 于是他直接等电话自己挂断 然而 夏西诺的电话就一直不断地打来 他微微皱眉 拿过手机接听 姐姐 怎么你嫁入了顾家 连我电话都不接了 以为自己嫁入了顾家就很了不起啊 夏西诺酸溜溜的语气说出这句话 让夏雅诺觉得很好笑 你有什么事情就说吧 都晚上了 我也没有时间应付你 他语气很冷淡 夏西诺咬牙 什么就没有时间应付 夏西诺看看自己桌子上的小闹钟 还不到八点 总不可能你和顾子称 这么早就开始 一想到这里 夏西诺就咬牙 他为了夏氏的资金 也为了自己能够更好地持穿 和不少男人上过床 可目前为止 就没有一个长得比顾子称好看的 凭什么你夏雅诺就能够嫁给顾子称 做A是最有权势男人的妻子 而我却要一直在那些 将我当作王王的男人中间游走 姐姐 我还以为你有多冰清郁节呢 原来也就是个靠身体爬上位的人 真不知道你的真面目 被学校里那一群 一直喜欢你的男人看见 他们还会不会围着你转悠呢 夏西诺的语气不止酸 还开始有些尖锐了 夏雅诺听得觉得恶心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吗 怎么 我和我老公一起睡 就是靠身体上位 我不和他睡 难不成我和你睡啊 我究竟是和我老公生孩子 还是和你生啊 夏雅诺双腿交叠 语气都带了几根调侃 瞬间心情大好 他知道夏西诺现在肯定是气爆了 你 你不要脸 可笑了 我要和我老公睡觉生孩子 这就不要脸了吗 夏西诺 你睡过那么多个男人 我只睡我老公这么一个 咱们两个究竟谁更不要脸啊 夏雅诺嫌弃得冷哼眉声 我的脸可比你要值钱多了 怎么可以不要脸 必须要脸好吗 只睡一个 不见得吧 你不是和那个什么什么阿姨在一起了吗 你十八岁的时候就已经和她睡过了吧 夏西诺的脸色很难看 但想到之前 夏雅诺是因为和那个谁谁谁分手 所以才拉着她去酒吧喝酒的事情 瞬间就笑得得意起来 夏雅诺啊夏雅诺 还以为你多青春呢 其实你也就这样 什么睡过不睡过的 你以为谁都和你一样啊 和一个男的靠得近点就直接开房吗 我第一次都是给我老公的好吗 夏小猪臭不要脸的开始吹牛逼了 你羡慕嫉妒恨是不是 我老公长得比你睡过的所有男人都好看 身材也比他们好 夏星诺咬牙切齿 小贱人 真想冲过去打死你 还有啊 我老公可温柔了 每天晚上都要对我说一百次以上的我爱你 他一直关心我累不累 我体力不好 他也不会勉强我 对了 还把我介绍给他朋友认识呢 夏小猪那是越说越带劲 亲爱的小耳朵们 我是零点零一 在剧中饰演 印其合 欢迎评论区留言互动哦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同样有意思 记得订阅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萧如若原著 都市搞笑甜宠多人聚 娇妻相惜人 林少侠领衔 林生巨坊 倾情之作 第38集 以前夏希诺 是怎样的语气 和他炫耀那些名牌东西 他就用怎样的语气 炫耀自家老公 虽然他说的 很多都是谎话 但是 这并不妨碍自己 气死夏希诺 夏希诺听着 只觉得心里的火气 越来越大了 他大声说 明天中午回来 爸要和你商量 夏氏的事情 别把顾子晨 叫回来秀恩 砸眼睛 说完这些 夏希诺 立刻挂了电话 夏氏的事情 夏亚诺不懂 夏海元和夏希诺 要主动和他商量 夏氏的事情 他们会这么好 将公司交出来 他将手机放到了一边 抬头往后靠去 也就是在这抬头的一瞬间 看到了站在浴室门口 只在下身围了一条 浴巾的顾子晨 他面上带着戏谑的笑容 毫不在意自己 只围了一条浴巾 你第一次是给我的吗 可是我怎么记得 我还没有拿到呢 夏洋诺此刻 真的不知道 自己应该说什么了 没脸了 你洗澡怎么就这么快 为什么开门走出来 都没听到声音啊 你为什么就那么凑巧听见呢 之前事情大声说的话 你听见了 如今我说的你也听见了 疯了疯了 你不是说你这几天不方便吗 可是我记得 好像我还没有给你买 每个月必备的用品啊 顾子晨继续开口 夏洋诺没有带行李过来 就一个小包包 包包里除了手机 估计也没有其他东西了 其他的 都是顾子晨让人去买的 但是没有姨妈精这种东西 夏洋诺尴尬了 那个 种木铺 现在说什么 有没有好一点的借口啊 老婆 你这么想把你的第一次给我吗 不不不 刚才是我妹妹打来电话 我故意乱说的 都是假的 假的 别当真 拜托 千万不能当真啊 顾子晨挑眉 可是我已经当真了 夏洋诺突然之间 感觉自己好危险 赶紧双手抱胸 警戒地看着她 我们今晚分房睡吧 随时随刻做好我妻子的角色 包括 晚上 顾子晨笑了 呃 不是说我直接认职你的妻子吗 合约 取消了 嗯 身为总裁夫人 那更应该和总裁一起睡了 不管是契约老婆 还是正派老婆 都要 一起 睡 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夏洋诺觉得 自己被坑了一次又一次 这黑帮大佬就是一只狐狸啊 他抬起头 看着顾子晨 那我晚上睡沙发 床很大 你不需要睡沙发 就是床太大了才觉得危险 感觉怎么滚都滚不下去啊 怎么想都很污 夏洋诺无脸 求求你了 让我睡沙发吧 我不要睡床了 有床不睡 就求着去睡沙发 夏洋诺 你怎么那么可怜 顾子晨走到了床边 打开自己的衣柜 背对着夏洋诺开始换睡衣 这种时候 老婆不同意一起睡要怎么办啊 答案很简单 美男计 顾子晨刚解下寓衣就问 你要不要睡床啊 这个问题 在此刻整个脑子都是他后辈的夏小猪听来 就是你要不要我转过身来 当下 夏小猪很自然地就回答 要 嗯 很好 顾子晨穿上了内裤和睡衣 转过身 看着他 时间还早 我去看几个文件 你先躺着 别那么早睡 等我 回过神来的夏洋诺 恨不得抽自己一巴掌 等等 刚才那句话怎么听着 这么稀恶 先躺着 别那么早睡 等他 为什么要等他 各睡各的 为什么要等啊 难不成 晚上要 夏洋诺的小心脏 跳得很快 看着不远处坐着看文件的顾子晨 他转过身 看向床头柜上的小购物袋 那是昨天阿和送来的巧克力 今早回来的时候 一起带回来了 他拿起袋子 放在了床头柜和床中间的地上 赶紧藏好 没了巧克力 看他晚上还能够做什么 夏洋诺心中偷笑 假装什么事情也没有 开始玩手机 一直到了十点 顾子晨朝着大床走来 夏洋诺感觉好紧张啊 本来想等他开口之后就拒绝 可是顾子晨一句话也不说 坐在床上 脱下拖鞋之后 直接就抱着他 倒在床上开始吻 水衣的钮扣不断地被他解开 夏洋诺慌乱地想要动手 去阻止他的动作 这大晚上的 还是要睡觉的时候 自己根本就没有穿内衣好吗 这要是被他解开的钮扣 那不是太危险了 可惜啊 他一切反抗根本就没有用 顾子晨直接将他的睡衣脱下 正打算有所动作 夏洋诺赶紧说 等等 昨天安和送的巧克力 不知道放哪了 等以后找到了 再继续好不好 明天 他就找机会把巧克力扔了 顾子晨看着他 声音沙哑 不用了 爸正好想抱孙子 不用巧克力了 什么 夏洋诺瞪大了双眼 看着他一边脱睡衣 还一边盯着自己的身体看 他赶紧遮住胸前 不太好吧 不用这么早生吧 以后再生不好吗 嗯 也行 就一晚 应该不会怀上 明天再找巧克力在哪里 夏洋诺大叫 啊 我的膝盖好痛啊 痛死我了 太假了 顾子晨看着他双手遮住胸前 红着脸大叫膝盖痛的模样 只觉得好笑啊 演技这么烂 还好意思演 我没有压到你膝盖啊 可膝盖就是痛 夏洋诺委屈地看着他 就快把睡衣还来吧 我是顾沫宇的演播者大空DK 要多多订阅评论 给我们点赞哦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同样有意思 记得订阅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萧如若原著 都市搞笑甜宠多人剧 娇妻相惜人 林少侠领衔 凌声俱访 精情之作 第三十九集 顾紫盛无奈了 拿过旁边的睡衣 放入他怀中 演技有大提高啊 夏洋诺才不管 自己演的有多假呢 赶紧穿上睡衣 躺到最边缘的位置 远离某位黑帮大佬 原本以为 自己这么明显的拒绝 顾紫琛是看得懂的 可是某位黑帮大佬 依旧是凑了过来 就是要贴着他躺下 顾紫琛是不会放过 一个可以抱着他的小妻子 一起睡觉的机会的 自然要在这个时候抱着他 夏洋诺觉得 他这样特别危险 有点热 不用睡这么近吧 热吗 那空调温度低一些 不用了 要是温度低了 那晚上睡到一半 说不定就朝着 顾紫琛那边移动 主动去抱他了 他要靠近就靠近吧 夏洋诺原本以为 自己一定会很紧张 至少等到顾紫琛睡着了之后 他才可以放松警惕 可是没有过多久 他就睡着了 一夜好眠 次日醒来时 顾紫琛已经吃完了早餐 都已经上班去了 夏洋诺发了个信息给他 中午我要回娘家一趟 发了信息 他迅速地洗漱 然后便出发了 只不过 这城堡所在的位置比较偏僻 他出门的时候没有人阻拦 这里也没有车 好在今天穿的是一双平底鞋 不然今天过后 腿就要废了 夏洋诺不知道 从顾紫琛的城堡 要如何去下架 只能百度地图寻找方向了 他找了很久 好不容易走到市区 才拦下了车子开往下架 距离有些远 坐个车都花了八十多块 夏小猪只觉得一阵肉疼 从包包里面拿出钥匙开了门 走进夏家时 就见坐在客厅的夏希诺 夏希诺从听到钥匙开门的声音 就开始抬头 看见他冷笑一声 姐姐 欢迎回家 我家不在这 夏雅诺脱了鞋子 很自觉地换上了拖鞋 然后走了进去 有什么要商量的 不需要等他吃饭了 午饭的时间和他们商量 他怕自己吃不下 夏希诺笑着 姐姐这么着急做什么 爸还在书房呢 没必要这么拖延 有什么话直接说好了 既然如此 我也就直说了 你有两个选择 一是夏氏归我们 你做你的顾太太 二呢 夏氏你拿回去 顾子称 你让给我 你究竟哪儿来的自信 这么说话 夏雅诺看着夏希诺 当然是 你妈妈的骨灰了 夏希诺笑得非常得意 有这个软肋在手 你永远是吃饼的那个 果然 夏雅诺在听到这句话之后 脸色变得很难看 只不过她虽然生气 却不敢说什么 粗略这么一听 有人可能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一个人的骨灰 还可以被用来去威胁 另外一个人呢 夏雅诺跟她的妈妈 感情非常好 她的妈妈很早去世了 而这个时候 妈妈的骨灰 对于她来说 真的就是最重要的东西了 但凡是一个有清情良知的人 那么这个东西 足以让她受到威胁 夏氏和顾子称 夏雅诺心中已经有了主意 淡淡地笑着 那就第一个吧 夏氏就让给你们了 夏希诺没有想到 她这么容易就做出了选择 虽说有顾子称在 想要多少个夏氏都可以 可是如今的夏氏 到底是不同的 那是夏雅诺外公留下的公司 她明知道将夏氏送出去 将来就是夏希诺和她弟弟的 难不成 夏雅诺是真的愿意 让自家公司 落入夏希诺这样的外人手里 夏雅诺站起身 事情谈完了 我就走了 慢着 夏海元这时候 从楼上下来 什么事情谈完了 刚才的不作数 她看了夏希诺一眼 微微皱眉 这个小女儿 真的实在是太笨了 光长了一张还不错的脸蛋啊 夏希诺被这种眼神看着 雾满地撇撇嘴 她只不过原来以为 夏雅诺会为了外公的公司 而放弃顾子称的 雅诺 你跟我来 我们去书房谈 爸 有什么事我不能听的吗 你就在客厅里坐着就好 夏雅诺跟在夏海元身后 进入她书房 两人中间隔着一张桌子坐着 夏海元今年不到五十岁 头发已经有许多白了 她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 定期会染发 如今又出现了几根白头发 雅诺 爸爸也老了 有关于夏氏的经营 有些力不从心 所以爸爸想 夏氏就交给你了 夏海元先是叹了口气 随后便这样说道 夏雅诺挑眉 不是她疑心重 而是以她对夏海元的了解 她是不可能将夏氏交给自己的 爸 你有什么条件就说吧 夏海元差点要演不下去了 她本来是打算打青青派 让夏雅诺心软 这样才可以更好地谈条件 可谁知道 夏雅诺竟然看出来了 还直接开口 完全不按她的计划走啊 既然你知道 那我也就直说了 夏氏可以交给你 但是我们一家 毕竟我和你继母 还有妹妹和弟弟 也是需要花费的 所以 我希望你接管夏氏之后 不会亏待我们 还有呢 夏雅诺挑眉 直觉告诉她 夏海元不可能就这么一些要求 重点 肯定是在后面的 夏海元看着她 面色突然之间严肃了起来 你也知道 这么些年的时间 你妹妹因为夏氏的资金问题 牺牲了很多 她如今A氏第一交际花的名声在外 说的好听 是交际花 说的难听点 唉 我很为她的未来担忧 看着夏海元的担忧的模样 夏雅诺在心中冷笑 当初夏西诺可不是主动牺牲的 一开始是被你逼着去的 后来才习惯成自然了 现在装什么好父亲 我希望 你能将顾太太的位置 让给西诺 也算是感谢她这几年 为了夏氏的牺牲 哈喽大家好 我是凌晨一点 也是剧中蓝油里的演播者 大家记得多多订阅支持哦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同样有意思 记得订阅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萧如若原著 都市搞笑甜宠多人剧 娇妻相惜人 林少侠领衔 林生巨访 精情之作 第四十集 夏儿诺听到这里 真的忍不住了 刚刚她还以为 她这个老爸 还是有些正常人类的思绪 可当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又觉得 这个老爸依旧是一个脑子不太好使的人 她笑着说 爸 你的意思是让我让出我老公 她一直以来都知道夏海元偏心 却从来没有想过 她能够偏心到这种地步 是 没错 夏希诺的确是为了夏氏筹到了不少资金 可那是她花钱的代价呀 是她自己受不了没有钱花 才被夏海元逼连为仓的 说到底 还是周瑜打黄盖 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 怎么到了夏海元的口中 就好像是无私地在为夏氏奉献似的 我这也是没办法 西诺如今的名声的确是太差了 这样的情况下 她根本不可能好好嫁人 夏海元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 而且 她的脑子是不是有坑啊 明明知道夏希诺如今的名声非常的差 根本就没有人愿意要她 是什么理由 什么自信让她觉得 A是最有权势的家族 会要她这么一个名声如此差的儿媳妇呢 在她看来 一切都被她控制得很好的夏希诺 如果嫁得好 肯定会对她这个父亲好 而看似乖乖女很认真读书的夏雅诺 每次都和她在那种事情上作对 她不肯去参加演会 不肯牺牲自己帮助夏氏 甚至前段时间 还直接拿东西砸她这个父亲 她只知道 夏雅诺做了顾太太 她得不到好处 这和我有关系吗 这是她自己喜欢那些名牌才选择的路 夏氏我可以不要了 但顾子圈不可能 听着夏雅诺最后那三个词一字一顿地说出口 夏海元只感觉面色很难看 她用力地一拍桌子站起身 你太不为大局着想了 夏雅诺如今根本就不怕她愤怒 也站起身 抬起头直接迎着她的目光 所谓大局是最有利于你的发展 对我来说 夏西诺嫁得如何 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顾子圈是我老公 凭什么夏西诺嫁不出去 就要我把老公让给她 她名声不好 那是她每个月挥金如土的代价 这老爸也真是划天下之大鸡了 即便自己愿意让出 顾子圈也不会要夏西诺呀 而且 即便顾子圈愿意 顾老爷子也肯定不愿意呀 夏雅诺转过身 准备离开 她也许是傻了才会回来谈 她才知道如今这个夏家 根本就没有人真心为她着想 你敢离开这个书房 明天你妈妈的骨灰 会直接送入城外的垃圾厂处理掉 夏海元气的脸都红了 夏雅诺紧握了拳头 转过身 冰冷的视线看着她 有本事你就去 我保证后天你的尸体 也会跟着被处理掉 你 夏海元指着她 不敢置信地动大双眼 这是在威胁她吗 对了 就如同每次他们威胁她一样 看着夏雅诺离开书房 夏海元气得不断深呼吸 这个孽女白养了 刚才那话的意思 是如果我对她母亲的骨灰做什么 就将我给杀了吗 夏海元打了个寒战 以顾家的能力 将她杀了 要做个滴水不漏的 确实不难 夏希诺坐在沙发上 看着夏雅诺从楼梯上走下来 心中疑惑 怎么这么快就谈好了 霸道和你说什么了 你自己去问吧 夏雅诺此刻 只想快一点离开 在这里多停留一分一秒 她都感觉难受 此刻 她无比感谢某位 带她离开夏家的黑帮大佬 这个老公 她要给一万分 夏诺换了鞋子 直接离开了夏家 走出小区 熟悉的车子停留在门口 夏诺走过去一看 诶 这车牌号不是 后座的车窗摇下 顾子撑英俊的脸 出现在她视线中 走 回家吃饭 她什么时候来的 夏诺绕过去 上了另外一边的位置 我进来的时候 还没看见车呢 你什么时候来的 五分钟之前 对了 他们说了什么 让你不开心的事情吗 刚才夏语诺出来的时候 似乎有些不开心的样子 即使透过窗户看去外面 看不太清楚 但是顾子撑依旧感觉得出来 夏诺摇了摇头 啊 没什么 顾子撑微微皱眉 她知道 夏语诺是不打算和自己说 嗯 没关系 她老早就让人 趁着夏家的人不注意的时候 在夏家装上了监控 回去就可以知道 他们到底在说什么 让她的小娇妻 可以如此的不开心 回到城堡之中 午饭的时间 夏语诺很尴尬的 在仲下人暧昧的目光之下 为自家老公吃饭 用什么胃呢 用嘴 一顿饭 夏诺的脸已经红得不能再红了 吃完之后 她默默地祈祷 某位黑帮大佬快点回去工作 可是顾子撑就坐在房间的沙发上 拿着杂志看着 似乎没有要离开的打算 夏诺尴尬地看着她 你下午没事情吗 她不是要开始接手故事了吗 怎么会这么闲啊 哦 事情少 昨天晚上已经把几天的文件看完了 就是这么有效率 夏诺无脸 一想到自己刚才用嘴位 现在都是满满的尴尬呀 我肯定是脑子抽了 才会突然之间想到这黑帮大佬之前说的话 所以就用嘴位了 好尴尬 怎么办 顾子撑好似完全没有发现夏诺诺的尴尬 我打算过一段时间 带你去都蜜月 有没有哪里是想去的 嗯 我从来没去旅游过呢 我有时间都用来读书兼职了 哪里有空旅游啊 就算有空 我也没有钱啊 顾子撑翻了杂志的手一顿 好 那以后经常带你去旅游 夏诺诺看着顾子撑 你现在对我这么好 那以后我们离婚了怎么办 我会不习惯的 他有些不懂啊 明明就是假夫妻 为何他要对自己这么好啊 假夫妻 不应该就是在外人面前假装很恩爱 私底下就很冷淡的相处嘛 可是 在GK酒店 他直接抱着自己离开 之后在商场 他给自己买了这么多衣服 在城堡内 在下人面前还调戏他 还亲自帮他的膝盖上药 将他介绍给自己的手下 我是飞希兰的演播者 林英漫漫 要多多订阅评论 给我们点赞哦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同样有意思 记得订阅收听 打赏支持明不吝点赞 发明幟 我喜欢的 我也不知道 感谢观看